全美各州的选举人团已确认拜登获得过半数的306张选票 获得总统当选资格 等一月初经由国会清点票数后 无误后他才真正当选总统 从选举完成到结束 好时达两个月 即使川普对选举结果无一意 选举人团也忙得团团转 所以曾参选总统落败的希拉蕊 公开建议取消选举人团制度 改采全民普选 由于他的建议背离了联邦政府的精神 所以不太可能被废除 不过适当的修改选举法规倒是必须 而且也可行的 请看评论 现行选举人团制是根据全美每十年举行一次的人口普查 所统计出的各州人数 所平均分配到的联邦众议员人数 加上各州所拥有的两个参议员席次的总和 再加上华盛顿特区的三个名额 共有538张选举人团票 所以除了华府获得三张选举人票外 其他各州都是两票加上众议员数量的票 人口越多的大州 选举人团越多 不过缺点是选举人团票变成了张张都重要 票票不等值 例如加州有3900万人口 拥有选举人团票55张 所以平均每71万人才拥有一张选举人团票 而拥有三张选举人团票的福蒙特州 只有62万人口 平均每20.6万人就有一张选举人团票 所以每张选举人团票的代表性 与价值差异非常大 更严重的就是赢者全拿 任何候选人只要在一个州输了普选票 选举人团票就一张都拿不到 这是相当不公平的 目前只有缅因州和内布拉拉斯州是为二 依照普选票得票比例来分配选举人团票 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候选人利益均沾 不会再发生在全美得票最多的人 而仅仅仅输掉摇摆州的话 他会善罢甘休吗